绝大部份的大肠腺癌都由大肠色育演变而成 但由色育未发展到大肠癌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任何症状 所以如果有以下症状 就可能有机会患上大肠癌 例如有大便有鲜血 或者大便是深红色 或者大便有改变 可能是间歇性便秘 或者肚子 或者是腹部胀痛 或者体重销售不知有什么特别明显原因 或者个人觉得很疲倦 或者胃口很差 这些都是大肠癌的症状之一 如果病人有我刚才所说的症状 但他有大便有鲜血的话 他可以选择做一个大便隐血检查 做法简单 在家里用一些特别器具 采取一些大便去化验 看看有没有隐血的情况 如果有隐血的话 或者大便有鲜血的话 其实应该都要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一个大肠镜检查 大肠镜检查 其实大肠镜是1.6米长的软管 我们经过肛门新进大肠镜 可以检查整条大肠 如果犯有失忧的话 我们可以即时切除 如果犯有肿瘤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些活点的检查 在胰眉镜看看是否有癌细胞 其实做大肠镜之前 一定有一个洗肠程序 我们会用一些洗肠剂给病人服用 但是市面上有很多种洗肠剂 有些的味道比较难入口 有些病人未必接受得到 但是新一代的洗肠剂 现在已经有一些橙汁味 大部分病人都可以接受得到 而且他喝的份量 可能几百毫升 接着病人会再喝一些清澈的饮料 例如清水、清汤、能量饮品、苹果汁之类 都可以做到这个洗肠程序 而且因为他喝的份量比较少 所以产生的副作人都很少 例如作呕作闷、嘔吐等情况下 就很少发生 病人的接受程序都很高 但如果病人需要用哪一种洗肠剂 我想你都要征识医生的意见 其实50岁以上的人士 即使他没有任何症状 都其实值得做大肠镜西查 因为我们知道 由色育演变成大肠癌 其实要差不多5年到10年以上的时间 如果我们早点发现有色育加气切除 其实大肠癌的发病率大大降低 而且早期的癌症如果没有扩散的话 配合适当的治疗 其实传没率5年都有90% 所以如果我们做一次大肠镜 在医院做或者在陈梭浴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程序 做完一次大肠镜可以安心10年 我们为什么不做呢 详情你可以和医生查询一下